智慧菩提 噶玛巴语录 噶玛巴语录八 要成为好的慈悲家庭成员 第一个功课是要懂得安忍 要懂得忍辱 不要急着马上回嘴 马上跟家人吵 要懂得先忍下来 要有和睦家庭 依旧必须六度都具备 你要懂得诗语及分享 你要有戒律持戒 你要懂得忍辱 你要有禅定 六度中的禅定 也就是专一和持续等等 智慧也是必须的 我会想到你 你不可能一直处在生命的高峰或谷底 谁能保持一成不变 人们经历生命的各个阶段 因为不同的处境而有所改变 只因一时的情况 就觉得非常地骄傲 或感到相当地可耻 这都是不需要的 感谢观看 我们需要方便与智慧 去发展一颗敏锐警惕的心 您记住方便与智慧 我们将开始修持的道路 发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佛陀 佛陀曾授记说 佛教将会在内部的真植中灭亡 所以 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 有可能就会成为让佛教灭亡的罪亏祸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衣食 钱财 地位 名望等等 什么都需要依靠别人才能得到 如果抛弃外缘 我们就无法生存 因此 我们没办法自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乌金 左肚 赤裂起注视 乌金 左肚 赤裂起注视 大宝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我劝戏所有与我有关联的寺院 以更大范围的民众 能够尽力地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说 书本不是放在佛堂的供奉品 也不是摆在书架上的装饰品 要多去翻阅 来重拾自己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世界虽然是许许多多生命依赖的家园 但权力最大的却成了人类 就像这个世界只属于人类似的 残害别的生命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了万物之灵 每天要夺去亿万条生命 一直到现在永无止境永不满足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自私 无羞耻地活着 法王嘎玛巴在第十五届嘎举汴京大法会开示 从许类学到秘法 没有一个不是解脱之道 所以不要总是向外想破除别人的观点 而是需要结合自新的体验 让自己的人生在文思修中度过 而是需要结合自新的体验 菩提心的基础是慈悲心 而慈心又需要依靠悲心才能生起 所以想要生起菩提心 就必须先去训练自己的悲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增长菩提心及慈悲心 最重要且是最好的方法是要修忍辱 因为如果没有忍辱 那所有一切之障碍即会迎面而来 因此要增长菩提心与慈悲心 最重要必须具备不可缺少 并且需要有其相伴的急事忍辱 我有具足忍辱 那么我们的慈悲心及菩提心 才能真正增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 护生 吃书 念佛 诵经 持重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1996-5232 2096-5233 20224 20223 20223 20224 20233 20134 20224 20223 20224 20175 20238 20235 20224 21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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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